嗨,大家好,我是Terry 继昨天在NBA夏季联赛的赛场上 今年的状元、榜眼、炭花和四号秀都完成了首秀 五号秀的Jalen Saks今天终于粉末登场 在今年的选秀大会上,Saks意外地掉到了第五 也让很多人大吃一惊 因为魔术已经有了核心空位Cole Anthony 和Saks位置过于重合 没有绝对球权,Jalen Saks能否打出来 很多人心中都在打问号 而今天的比赛则让人们打消了疑虑 Saks打球极其自信 拿到全场最高的24分9篮板2抢断3盖帽 不仅3分球6投3中展现出了不俗的手感 还在防守端影响着比赛 一次靠一己之力防下对手两人快攻的画面 让人印象深刻 而同队的新德国战车则全场没有找到手感 3分球6次出手全部投吃,仅拿到5分 对手那边,勇士队的两位热门新秀 Moses Moody和Janice Kuminga也表现不错 今天分别拿到了15分和16分 Moody投中了两进三分球 Kuminga几乎都是篮下强攻 三分球四投零中 前一段时间集训投篮的效果还没有展现出来 国王和黄蜂这组队阵 来自于贝勒大学的David Mitchell 不仅高效地砍下了10分 还送出全场最高的9次助攻 展现出了非常成熟的控场能力 而黄蜂那边James Borknett 在昨天砍下19分之后 今天的手感有些下滑 三分球仅5投1中 拿到了11分 但他在得分方面的潜力确实巨大 同时一轮秀的Kai Jones 昨天贡献了一季今天暴扣 今天却只有两成的命中率 达到了4分 还需要在接下来比赛中 再接再厉 只靠身体必然路会越走越窄 在黄蜂镇中 还有一位选手引人注目 那就球家三兄弟中的二球 李安卓拉鲍 这位高中时曾有过单场72分表演的球员 当年因为在中国杭州偷窃被捕 而葬送了大学篮球生涯 也导致其在选秀大会上无人问津 人送外号神偷 虽然他的天赋不及球哥和三球 但毕竟具有球家基因 从小被专项培养 也有一手精准的投篮 他在昨天的比赛中 三分球八投五中 砍下16分 今天也有十分的入账 如果能将状态保持下去 为自己赢得一纸合约 下赛季和三球打兄弟篮球 也并非难事 此外醍醐新秀崔猫菲 则是今天表现最好的球员 他全场15投9中 3分99投6中 得到26分 9篮板两助攻 被篮王选中的大一新生得分王 凯姆托马斯 也在比赛中送出19分 13号秀大龄球员 Chris Duarte小事身手 今天三分球7投3中 拿下了16分 小科比Keyon Johnson 则是今天表现比较差的新秀之一 他投篮只有16投4中 3分球5投0中 虽然一次抢断后的扣篮 颇有几分 年轻科比的影子 但还需要继续努力 兄弟们 今年作为选秀大年 大部分新秀的天赋 和集战力都很强 我还会继续报道他们的动态 请兄弟们 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